敢说90%的人都没有看懂中国奇谈第二季鹅鹅 有人说是写人性 也有人说是写自己 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内克 在小朋友看来这就是一个动画片 可孤独的人看来 这就是走不出自己内心的写照 不过在我看来 主人公失去了三只羊 回去不仅要被老板骂 甚至还要倒扣工钱 主人公是一个送货狼 今天的任务是送两只鹅去邻村 但是走到鹅山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前面的拐弯处伸出一只手 起初的他很害怕 但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向前查看 只见一位面色红润的书生手指着一方 不过从诡异的面容和画风就知道 这书生肯定不是善茬子 等货狼仔细端向才发现 这居然是一只修炼成人形的狐狸 他吓得转身逃跑 却发现下山的路上也被狐狸挡住 狐狸面带微笑地指着另一边的山峰 示意货狼带自己去那里 结果还没等货狼同意 狐狸就一缕青烟钻进了货狼的背楼里 随着狐狸的意志 货狼仿佛被控制了一般朝山顶走去 个人理解为狐狸代表狡诈奸华之辈 当懵懂无知的少年遇到奸诈之徒时 只能进退两难 任其摆布 当货狼亮亮呛呛来到山顶时 才发现狐狸已经消失不见 而且伴随着不见的还有他的两只鹅 但此时狐狸却坐在了远处笑了起来 这时 货狼从他的嘴巴里看到了两只鹅 很明显 两只鹅已经成为了狐狸的嘴里肉 为了答谢恩情 货狼就已经飘飘欲掀起来 当飘到一处悬崖时 却发现这居然是狐狸的嘴巴 当货狼喝下第二杯时 他的头突然变得跟山峰一般大小 当他缓过神时 却发现狐狸已经坐在了远处 而且还表示要请出自己的爱人出来争酒 只见狐狸张大嘴巴 然后从里面拎出一只兔女 货狼被眼前的现象吓了一跳 但狐狸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 狐狸便开始打起瞌睡 这时 兔子告诉货狼他也有个欣赏人 于是用同样的方法拎出了一只野猪 可还没等两人互诉情话时 狐狸便有了醒来的迹象 为了不让狐狸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兔子一口气花做一面屏风 但狐狸好像还是有醒来的迹象 兔子不得不变成贴身丫鬟给其扇风 然而令货狼没想到的是 野猪居然说自己也有欣赏人 随后便用同样的方法拎出了一只鹅女 货狼对鹅女一见钟情 于是趁着野猪熟睡之际 与鹅女一起欣赏了这美丽的夕阳 两人相互说了很多话 鹅女求货狼带自己去山外 可看着一旁的野猪 货狼犹豫不决 但就当货狼决心带走鹅女时 屏中后的狐狸突然醒了过来 于是野猪吃掉了鹅女 兔子吃掉了野猪 而狐狸吃掉了兔 最后狐狸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与货狼告别 其实个人理解鹅女时或狼 最真实需求 虽然中途过程千变万化 其结果还是不变 就像人到三十岁之间 无论中途经历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挫折 始终的目的就是赚钱结婚 你们觉得呢